針對剛剛的部分我們再跟大家再做個補充 就是說你如果從這邊即時氣象取得了 那第一種方法當然就是像我們剛剛一樣 直接透過朗讀直接出完 那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有餒 你看喔 在這裡 請問我可不可以做長期的紀錄 把Google試算表是不是像Excel一樣 可不可以把你的這些氣象資訊把它保留下來記錄起來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有所謂的大數據了 好我氣象 從什麼時間早上到下午到晚上 它這些數據的變化我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好那另外一種方式 如果你要更即時的能夠通知到的 因為你可能不在現場怎麼辦 欸你看 可不可以透過LINE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有有沒有 欸我達到什麼條件 是不是就可以透過LINE來通知你 這樣我 這個 所謂的物聯網的裝置放在這裡 但是呢 超過 比如說溫度超過多少 濕度超過多少 我就發出一個警告聲 告訴你說 欸 家裡有事喔 呵呵呵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去玩 是不是就可以玩更多 好那這個因為我們還要做其他的比較麻煩 所以我這邊我就沒有再跟各位繼續想下去 但是您知道說其實我們物聯網 老實說玩的就是玩這種東西 那WebDuo它的好處 就是因為它是網頁的程式 所以呢要串接這些所謂外部的服務 都變得非常簡單 因為呢 您可以看到 它在下面這邊的擴充功能 有沒有就直接透過LINE 就這樣而已 四張表布喔 以前是你要學資料庫 我要學什麼資料庫的語法 西貨斯特的語法 然後要寫程式 但是現在都不用 剛剛呢 老師您玩過的這些東西 事實上 你已經寫這麼多的呢 你都沒感覺齁 你都不知道你這麼厲害 因為積木丟出來就有了 他本身寫出來的就是JavaScript 所以 現在的積木程式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 我一定要很 知道那個語法有沒有對有沒有錯 有時候我們少打一個字就完全不一樣嘛 寫程式只有什麼 0分跟100分 沒有那個99.99純金的好嗎 反正錯了就一定是錯嘛 沒有那個說 你還可以執行一部分 沒有 那這個就是 現在用積木 大家比較不容易出錯的原因 相對來說啦 當然很複雜的 其實你透過寫程式 是比較精簡 但是用積木的話 相對可以把那個結構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各有優缺 所以有的人擁護 純Coding的 但是也有人擁護是用這個積木的 OK